我们是如此的享受拍电影 所以不管碰见什么都可以往前走 邓超恰巧是一个 而孙力是我见过的 但是呢 还和邓超那个关系啊 是无法改变 1905电影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白美 我是一个体育迷 我爸是一个超级乒乓球迷 在他少年的时候 曾经是陕西省长安县的 双打冠军 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呢 乒乓球比赛 有比赛就看 1905年那场比赛呢 我是在大学宿舍看的 全宿舍人 激动的嗷嗷叫 就我心里那确实是 中国体育史上 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几年前有一个印度电影 叫说叫我爸爸 在拍摄的时候 我正好见到了阿米尔汗 我总觉得自己可能 什么时候会 肯定会拍个体育电影 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好的 拍乒乓的这个电影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那些电影强国 都不是乒乓强国 发明了一些 很专门拍乒乓球的设备 普通摄影机 是抓不上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就 做了一个气泵 这个气泵 把摄影机 像子弹一样的打出去 所以摄影机的速度 就可以和这个球的速度 几乎同步 抓到高速运动中 那个球的速度 让观众觉得身临其境 邓超在表演上 对角色的认识上 我觉得他也是有很多 他的想法 我们最浓墨仲裁刻画的 其实不是角色成功的时候 是角色失败的时候 当他在哥德堡 失败的时候 我觉得那里面 有很多我们的 人生体验 我们以前电影 没拍好 被观众批评的时候 人生体验非常深刻 有很大的相似性 那块戏前后有三四天 邓超基本上就那样 他整个人 我相信十年前 他可能演不了这个电影 十年前我也不会 这么写剧本 可能都是这十年的功力 尤其是这十年 一些刻骨铭心的失败 使得我们更好的理解 不被看好的人 想把一个事情做好 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理解其实对表演 是当在意的 也非常虚心 生活中 邓超恰巧是一个 全无主见的人 在生活中 今天该穿什么 晚上要吃什么 毫无主见 犹豫不决 而孙力是我见过的 最有主见的人 非常互补 这方面的关系 到了现场 就使得我很被动 经常需要 我来当评委 而且明明知道 大超咖啡的某个见 是对的 也要作为一家之主 先教育一下他 然后开玩笑地问我的意见 每次我都能很幸运地找到别的工作离开 然后也在跟我说戏 真男人是 不管回去会有什么样子 真男人就是我 老吴来他就几场戏 真男人对话是我们自己日常的对话 他俩有别的忙嘛 日常我给大家回键数单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 因为我们这一代电影人 其实各有各的知识和经验上 巨大的欠缺 我们三个谁也不是导演出身 科班出身 有很多工作经理 但知识和经验上 还都有很多先天的不足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在开拍之前我们俩聊过 我们从没聊过票房 从开拍前决定体育点 他天生不是最大热的一个类型 但我们俩如此的喜欢体育 是并肩作战 我们都面对很多质疑 面对质疑的时候 比较难得的是 我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是有特别重合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怀疑过彼此 我们提醒对方要反思 提醒对方要证实自己的问题 所有观众的评论 都会影响后面的创作 我觉得我们很期待 这样的影响 我们所有片子的进步 都来自于观众的批评